其實我們在旅遊是 我跟聖姊在旅遊 然後可能杜杜在旁邊 我覺得他早就應該要知道 對 其實 Yo What's up 大家 我是劉沛 Pierre 早上好 我們今天是婚禮的當天 但是昨天我們就坐船 我們現在來到船上 Hi Hi I'm Sam 船上的Party Hi 這是我們朋友 我們朋友 不要再騙人了 不要再騙人了 我們這一次其實主要來杜達哥 就是要參加一個好朋友的婚禮 新娘跟新娘 是嗎 新娘跟新郎 新娘 娘跟郎 謝謝老師 新娘和新郎 你很帥氣 OK 謝謝Mandarin 謝謝你 好厲害 た丟臉 带丟臉 太丟臉了 厲害 謝謝 謝謝 Awesome 嘿 羽毛 好好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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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有點冷 我覺得應該叫VLOGCEPTION 等一下 這真的是有一點點冷 今天真的比較冷 換了我現在是聖結石 哈囉我聖結石 哈哈哈哈 大家 我們今天下午 就是要參加朋友的婚禮 那現在就是可能稍微吃個東西 稍微看個東西 但主要是今天的導遊就是 我們家 嘟嘟 我變成你們家的嗎 對啊 欸 不是嗎 我們一直是一家人 對啊對啊 我們是住在同樣的Airbnb啊 所以就是我們家 嘟嘟 我寫半熟禮可以買 你知道半熟禮嗎 我知道啊 就是那個李 是半熟 他不是全熟 好爛嗎 欸 好 那個 好 去找早餐好了 你知道嗎 我能吃早餐發現有一個東西覺得好酷喔 太酷了 太酷了 各位大家 我覺得這個太酷了 我們吃早餐 早餐 突然出現 而且想說 喔 他們很快就離開 結果他們不是很快就離開 他們還在走 對 這個很久 這個 重計遊行 我覺得 重計是什麼意思 重計 重計遊行 我覺得好酷喔 說實話 我已經錄了大概三分鐘多一點 還有 還有好多喔 為什麼 這麼多 太酷了 我們剛剛就在吃早餐 突然間很多重計 來 就想說 啊 可能就四五台而已 這樣 就說 啊 不要去看了 但他們還繼續走 就想說 喔 好吧 那那就來拍一下 拍的時候大概 呃 大概八分鐘 八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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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讚讚 OK 回去吃早餐 走 都還沒吃完 對 好 我們現在又回來到這個 舊城廣場 你們知道舊城廣場是什麼嗎 是什麼 其實就是傳說這種布拉格的廣場 我就站在布拉格 我就站在布拉格 在布拉格的廣場 你說如果想要找一個攝影師 可以找劉沛 劉沛攝影師大哥 劉沛P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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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走了嗎 好可以 欸那個 他今天有點不耐煩了 對 好像是 我們就好趕快走 對 要走了 要走了 各位大家 這個巷子是我 嘟嘟 還有聖傑最愛的巷子 對 就這樣 欸 什麼 這個是 等一下 什麼 我要跟你講一聲 其實我看過很多這種人 這種人表演什麼的 但這個是最特別的 因為這個會讓我很想要給他錢 因為看他什麼樣的反應 這個人很厲害 真的好處 因為沒有錢的話 他就不表演 睡覺這樣 你放錢的時候 他就開心 他就慶祝什麼的 對 好 我們現在來到 布拉戈的這個 Astrological Clock 待會兒 會鬧 我不知道應該有什麼秀 所以五分鐘之後 就會有 我覺得這個人也太厲害了吧 這麼多人 他還把他車開進來 我覺得應該是 他想要告訴全世界說 他剛結婚 所以不好意思先生 恭喜你 你看 是不是很多人 超級多人 三分鐘 好 剛剛看完 我覺得 不推薦 沒有什麼特別 嗯 真的很失望 現在這個感覺就是 人有一點太多 沒有像日本皮卡丘活動那麼多 但是還是很多 欸 五弟 終於到了這個市集有沒有 他已經介紹了 所以我不用介紹 喔 你已經講完了 不是 不是 是你講完 對 麥克風開 欸 他回來了 可惡 我們想要錄一段給你的觀眾的話 OK啊 你錄啊 沒有 結果後來發現 你打了 對 我覺得沒有那個感覺了 其實 其實你知道 我剛剛本來要拿我相機過去 剛剛一個人想要偷裡面那個錢 因為他是洗手間嘛 放硬幣 那我看到他好像 喔 他好像想要偷 但他看到我是觀光客 所以我覺得他覺得 他可以假裝 喔 沒有 我是這裡工作的 所以喔 他說 喔 關 關了 關了 我說喔 好 謝謝 然後走 回頭看 他還在那邊 想要偷裡面的那個廁所的錢 真的假的喔 超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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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 去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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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啊 太明顯了 對不對 還沒走近 你知道嗎 我剛剛看到他看到你 對 然後他這樣 你呢就 好尷尬 就走了你 我覺得很好笑 我覺得超好笑 欸 我現在在偷 怎麼樣 對對對 我跟你說我真的很需要尿尿 因為剛剛他不給我用啊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也是要投幣 好 我跟你們講一下 首先如果你想要用西遊街 那歐洲大部分其實是要付錢才可以用 那有一個小秘訣 剛剛聖傑也跟我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但是如果不知道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去麥當勞 找個麥當勞 廁所都是免費 如果已經知道的話呢 請按個喜歡 那如果還不知道的話呢 其實可以分享這支影片 OK 回去舒服多了 可以 好 好 我們現在終於來到這個哈威爾市集 我們剛剛想要說拍一個縮時 那我拍的時候聖傑也是 欸 那我也拍一個縮時好了 對 我也拍一下好了 嘟嘟好像不見了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覺得 其實我們在旅遊是 我跟聖傑也在旅遊 然後可能嘟嘟在旁邊 我覺得他早就應該要知道 對 其實 欸 欸 欸 你老婆欸 對 這間店呢 是在地人推薦 全捷克最好吃的義式冰淇淋 欸 你怎麼知道 你是本身就知道還是 欸 我本來就知道 欸 我本來就知道 喔 對對對 好好 哇 很厲害喔 OK 走吧 吃吃看 OK 欸 你知道嗎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我們剛剛看 欸 好像蠻特別 可以來試一下 嘟嘟出來就說 就是這家 好 好 大家 我們現在出來 想要吃一下 我們這個 意大利冰淇淋 這個地方呢 叫做 前面 就是天池 後面就是 意大利冰淇淋的意思 剛剛呢 我們已經試了聖傑 跟嘟嘟的冰淇淋 如果想要看 我們的反應 直接看他的影片 對嗎 謝謝 我這個是有 鹹的焦糖 然後另外那個很特別 梨子跟白葡萄酒 梨子跟白葡萄酒 感覺就是好像我在吃一個 用一個梨子 然後把它 做成泥狀 做成泥狀一樣 對 梨子泥狀 只有這個感覺 嗯 我不太喜歡 我覺得 但我覺得蠻高雅的 對 是很特別啦 很優雅 但是這個鹹焦糖 非常讚 因為我本身就很喜歡 鹹焦糖的味道 很棒 焦糖然後再加上鹹味的話 它感覺很違和 但是它融合在一起 是非常融洽的 對 很棒 很像什麼海鹽咖啡 其實有 眼巴的那種鹹味 其實其實其實 其實就是這個概念 但是呢 我剛剛有問他們 鹹焦糖跟哪一個配的好 他說這個梨子 白葡萄酒 我覺得 可能不是我比較喜歡的 因為我可能要 Hazelnut或者巧克力 或者那口味配這個 我覺得會比較好 但好吃 你沒有湯匙喔 我有 只是我現在在拿著 喔 其實這個理由 是我們三個一起 不只是我跟聖傑 不好意思 那是OK 我沒差 喔好 那夠啊 夠啊 她沒差 夠啊 完全沒差 完全沒差 要不要 好啊 我們一起走 我覺得我好白癡喔 在歐洲這樣做 好白癡